从一小S增广一陷入三角纠葛一时的黄紫焦进来又有艳福 在上一集被拍到于小十九岁 演过圣女保镖的梦耿如到高档餐厅共享晚餐 两人连的热乎貌似情侣 不过六日黄紫焦出席活动时就频频喊冤 直到没有泡嫩妹 只是欣赏对方的画画天赋 某种程度上我还蛮想当她的艺术的这方面的经纪人 对 因为她这个天分非常厉害 当然还需要一点磨练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密集的在看展览 然后介绍人脉 然后鼓励她创作 希望明年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作品跟大家见面 结果没想到就拍到我们去吃饭什么的 未来的东西真的没有办法说去跟大家做什么样的揣测 但是在交朋友的过程里面是很开心的 对 之前在第48节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上 与大哥及人物龙少华撞山林黄紫焦很是担忧 没想到活了版面不止连好晕也被龙哥传染了 龙哥得奖的时候我就有点心跳加速 我就想说哇好开心哦 因为他刚好坐我前面 然后我就突然想说 我们今天穿一样的衣服 会不会有一样的很幸运的命运 没想到后来真的得了 所以我在上台前一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有跟他讲几句话 就是我在一边扶着小燕姐 一边我就跟龙哥说 今天他真的有幸运 幸运成串儿毕竟不多见 即将在金马丹人星光大道主持人的黄紫焦表示 已经请到设计师为自己量身打造战袍 希望当天可以独树一致 避免再发生撞山丑事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